这些迹象表明你正在慢慢废掉 本来要早起却顺手关了闹钟 最后火机火聊起床 丢三落四的赶去上课上班 本来想看书却玩起了手机 一玩就是好几个小时 最后睡前自我安慰 明天一定努力 如果你也中招了 千万别错过这三个根治拖延的法则 一 两分钟法则 心理学上有个著名的两分钟定律 如果你想做一件事 一定要在两分钟之内开始行动 在大脑里有一个理性的小人 还有一个享乐的小人 工作学习的时候 一旦享乐小人打败了理性小人 拖延就产生了 因此只要不给他们打架的机会 就能对抗拖延 比如吃完饭立刻洗碗 用完的东西马上放回原处 马上行动就是最佳策略 二 五分钟法则 当我们面对那些复杂需要大量付出的事 就会不自觉地感受到无聊疲惫焦虑 大脑一旦感受到这些情绪 就会产生拖延的信号 因此消除拖延的关键 就是在于消除大脑这些负面情绪的感知 不妨先说服自己坚持五分钟 再决定要不要做下去 比如整理书柜前 先花五分钟整理几本书 这样原本复杂的任务 会瞬间变得简单 从而让大脑放松警惕 不会产生很多负面情绪 慢慢进入正向循环 第三 普瑞玛法则 学习和工作的效率 与成就感亲密相关 利用好这一点就能对抗拖延 第一步 可以找出一张纸 把所有要做的事 从难到易进行排列 第二步 从最难的事做起 一直做到简单的事 第三步 每天坚持 通过完成最难的事情 来建立成就感 依次递减的难度 会降低做事的心理负担 越做越轻松 坚持21天 你就能养成自律的好习惯 一个今天胜过两个明天 别让拖延给对手创造机会